飞机是人类文明的产物 它叫做大和号 这种舰上一般都会装备大量的高射炮 它安全权就是用来抵战机的攻击 而日本的这艘战舰上也准备了186门防控 各种型号的都有 战斗力也强 但是如果退上美国的战机结果又会是怎样 一次 美国的战机气要日本 日本立马出动了它 击了美军在天空盘旋战机 但在进了正面炮弹交锋后 它只击落了美军的十架战机就被美军潜了 看来与美国抗衡它的实力还不够 它的攻击力是很强 也呈现出了劣势 就因为它的技术太落后才会被美军击沉 如果防空系统反射盾 自然不能准备无误的打击到敌人 毕竟美国的先机战机不会一直被停留在一个地方 灵活性很强 对战舰来说还是一个强性的敌人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种裂舰渐渐的就被淘汰了 虽然有些国家还在继续使用 但是在战争中使用却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对于战机来说 它不太灵活 就像是一个任意击打的靶子 尽管它再厉害也不可能对战机构成巨大的威胁 所以 有了这个潜射之舰后 人们主要抛弃了战舰 制造出了一个更厉害的武器 航母